2012年3月20号傍晚 上海市公安局110报警台接到报警说 松江区新桥镇银翠路和绿原路交叉处的一条水沟里 发现一具女尸疑似他杀 松江分局已经把现场封锁 要求市局刑侦总队立即出动 在接到报警之后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火速出警 已经交卸刑科所法医室主任职务 退居二线的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 依然是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头块牌子的严建军 也带上自己的弟子林中盛和于永安 随队前往现场 绿原路的抛尸现场 因为当天刚刚下过一场倾盆大雨 痕迹物证已经被雨水冲刷的一干二净 所以已经到达现场的市局刑侦总队 郭建新总队长以及松江公安分局局长政委 都把希望寄托在法医的尸检上 当看到严法医他们三个之后到了以后 郭建新的神色立刻缓和了下来 虽然严建军从2006年起就从法医室主任职务上退了下来 但是有刑案找严法的说法 他们依旧深信不疑 只要严建军出现场 局长们的心就能莫名的安定下来 这已经跟他是不是法医室主任 没有任何关系了 现场没有路灯 三名法医打着手电筒 初步看了看尸体 女尸衣着完整 上身外穿黑色羊毛衫 内穿红色棉毛衫 下身穿白色运动裤和深色袜子 脚上穿着白色结态盘运动鞋 周身上下有多处血迹 拍完照设完相之后 严建军吩咐把女士拉回法医室进行尸检 在回去的车上 三个人敲定了尸检方案 由林中盛法医主刀 于永安法医当助手 严建军自己在旁边指导 老法师已经退居二线了 没必要势必公亲 后生们需要历练 总不能老让局长们念叨着 有行按照研法呀 这对年轻人的历练 这不是好事啊 严建军的时代应该翻篇了呀 法医室解剖房里边 当林中盛准备给女士宽衣解带时 严建军提醒他 慢慢点 说着他拿过剪子 把女士两只袖子从纵向剪开 然后点了点死者胳膊弯曲处的几个凝结的血块 提醒徒弟 注意了啊 这不是手臂割破流出来的血 一定要注意 林中盛一边拿刀解剖 一边说出自己的一条一条判断 于勇安法医时不时的也发表自己的补充看法 严建军迅速的对两个学生的判断进行评分 于是啊 师徒就有了一场挺有意思的互动 林中盛说死者的死亡时间为24小时左右 严建军说你说的不错 但还可以更精确一些 我判断他死亡时间应该是20个小时左右 于勇安又说 女士颈部有一道长13厘米的窗口 她是被菜刀砍死的 是的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不过我问你 那是一把切菜的小菜刀 还是一把切肉的大菜刀呢 我认为是小菜刀 说说理由 切肉刀的刀身比较厚实 如果是用切肉刀砍的 切口瘦的作用力肯定比较大 皮肉会有翻卷 切菜用的刀呢 刀身薄 这种刀留下的切口 因为受作用力小而不会有翻卷 起码没那么厉害 这具尸体的锐气切口都比较长比较细 并且没有受较大作用力的翻卷迹象 所以我认为这是切菜用的小菜刀 嗯不错 说的很有道理 林中盛在切下一小片肋软骨 进行骨灵测试之后说 女师的年龄在35岁左右 你说的很准了 但还可以再精确一些 34岁 各位 咱们之前说过好多回 这种用肋软骨来判断死者年龄的方法 是严剑军的绝招 这种当年轰动中国法医界的新方法 如今呢 刑警803的法医们人人会做 但精确度却因人而异 所以严剑军一直鼓励弟子们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做到精确精确再精确的同时 还得大胆的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 林中盛说 女师喂里有米饭粒和红薯 根据食物消化程度 推断案发时间 是他在吃了最后一顿饭之后的三个小时 嗯 不错 他的胳膊肘的极点血凝块 说明虽然下过大雨 尸体被雨水冲刷过 但是血从颈部流下 躺到胳膊肘处就凝结了 嗯 很好 于永安说了 死者的右手大拇指外侧 有一道轻微的锐气划伤的伤口 我判断他生前和歹徒有过搏斗 严剑军呐对两名弟子的判断表示完全肯定 随后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 死者衣服的前胸部分有血迹 裤子的大腿部分有血迹 但是裤腿的小腿部分却没有血迹 还有 他衣服的背部和裤子的臀部部位没有血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死者是坐在带靠背的座椅上被害的 另外 我发现死者脚上的旅游鞋 虽然很新 但是右脚鞋底前部的磨损 明显比左脚鞋要深 说明他是个踩油门和刹车的汽车驾驶员 而不是摩托车 而且他的车肯定是自动挡 不是手动挡 我认为他是在开车的时候被同车的人袭击遇害的 然后被抛尸到了绿原路 说完了 严建军看着两个弟子 待会儿啊 你们自己去向领导汇报 我就不出面了 最终由林中盛法医代表法医室 向等候的市局和刑侦总队的领导们汇报事件结果 第一被杀女子身高一米五五 第二年龄三十四岁 第三死亡时间为二十个小时 第四凶器是一把切菜用的小菜刀 第五死者生前是四轮机动车驾驶员 他是在车上被杀之后被抛尸到绿原路 第六银翠路绿原路交叉路口是第一案发现场 也是抛尸现场 根据法医室的尸检结果 给出的死者身份信息 死亡时间等重要线索 刑侦总队郭建新总队长下令 成立由刑侦总队和松江分局组成的专案组 由他任组长松江分局局长为副组长 兵分几路 一路侦查范围为最近三天失踪的适龄女性 一路检查公路沿线的监控录像 一路检查松江地区黑车 以及驾驶黑车的女性驾驶员 三月二十一号早上 一名男子来到松江区九亭派出所报案 他的妻子罗某荣 三月十九号晚上驾车外出之后 至今未归 连人带车已经失踪两天了 所以来报案 经过询问 这名男子承认 妻子罗某荣是一名黑车司机 有一辆自动挡轿车 报案人说 三月十九号傍晚晚饭之前 我老婆接了个电话 然后告诉我有人要用车 不用等他吃晚饭了 然后就开车走了 你们也晓得的 最近查黑车查得紧 生意不好做 有活不管什么时候都得出去的 正在派出所排查的专案组侦察员 知晓这一情况 连忙问报案男子 你老婆今年多大了 三十四岁 两名侦察员对视一眼 老法师真神了 和严建军推断的年龄一模一样 一岁都不差 于是 罗某荣的社会关系成了专案组重点排查对象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轿车车牌号 专案组通过交管部门 调看三月十九号晚上至三月二十号傍晚的 松江九亭地区的道路监控 发现在三月十九号傍晚 罗某荣出车之后 接了一个男子上车 然后他的车 先后到达闽航区和松江区的多个居民小区 并且在案发时间段前夕 正好驶入了绿原路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始终没有其他人上罗某荣的车 看样子 杀害罗某荣的凶手极有可能 就是在三月十九号傍晚上他车的这个男人 经过对前几天罗某荣的黑车的监控画面 侦察员也发现该男子曾经搭乘过罗某荣的黑车 而且还留下了该男子比较清晰的穿着和面部画面 由于当时该男子是从某家网吧里走出来的 所以专案组马上组织人手 对整个松江地区的网吧进行筛查 最终在当天晚上二十一点左右 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松江九亭大街某洞漫城的网吧 并且把此人控制住 带回九亭派出所 进行询问 做贼心虚的男子 当天晚上就交代了 他杀害黑车女司机罗某荣的犯罪事实 该男子为无业人员董玉虎 这个人呢 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 却入不敷出 因此生活十分的拮据 当时已经背上了一万多的外债 虽然债台高筑 但他却不肯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 比如出行方面 宁可借钱也得坐轿车 而不肯坐公交或者骑自行车 因为他觉得坐小汽车有牌面 穷奖就用在他的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不过正规的出租车呀 他坐不起 也只好乘坐黑车 因为他认为 正因为是非法运营的黑车 哪怕他没钱付账 要赖账 司机也不敢声张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坐了一趟罗某荣的黑车 下车的时候 他留下了罗某荣的手机号码 说需要车的时候 他打手机叫罗某荣的车 3月19号 身上已经一分钱都没有的董玉虎 准备找他的几个朋友再借点钱 为了充面子 打电话叫了罗某荣的车 罗某荣带着董玉虎 先后到闽杭和松江的几个居民小区 董玉虎在这些地方四处借钱 但谁借给他呀 所以呢 一无所获空手而归 这一圈兜下来 董玉虎非但一分钱没借到 反而又欠了罗某荣三百块钱的车钱 红了眼的董玉虎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决定对罗某荣进行抢劫 于是 在从最后一个小区出来的时候 在路边悄悄的 买了一把切菜用的小菜刀藏在身后 21点再度上车 让罗某荣往绿原路开 那儿僻静好下手 车到绿原路银翠路交叉口的时候 董玉虎突然拔出来菜刀 威胁罗某荣把他口袋里的钱统统交出来 没想到 罗某荣啊 不服从 指的董玉虎破口大骂 骂他畜生不如 董玉虎大怒之下 大声叫嚷 你不给我钱 我只能对不起你了 此时他已经动了杀心了 因为罗某荣之前见过他 如果抢了他的钱 他必然会去报案 就算不抢他 放他走 他也会去报案 反正都得去报案 还不如一刀杀了来的干净痛快呢 于是董玉虎一手捂住罗某荣的嘴 另一手持刀 对着罗某荣的脖梗 砍了一下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等罗某荣不动之后 董玉虎打开车门 将罗某荣的尸体丢入绿原路旁边的沟里 然后驾驶着罗某荣的车仓皇逃离现场 董玉虎说呀 他原本想把罗某荣的车开到二手车市场卖掉 卖掉的钱 除了还掉一万多的债务之后 还能剩下不少 但他万万没想到 不到48小时 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根据董玉虎的交代 警方在他的住处 缴获了作为凶器的菜刀和罗某荣的黑车 车内的驾驶座周围 还有来不及擦掉的血迹 经过化验血迹和DNA 与罗某荣可以做同一认定 车经罗某荣的丈夫辩认 的确是妻子平时开的黑车 此案就此真相大白 凶手董玉虎因为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 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事后临终上法医曾经感叹 我师父啊 真的很神 侦察员最后抓到凶手 找到被害人的身源 一点都不差 就是34岁 就是四轮车司机 就是20个小时前被害的 就是坐着的时候被害的 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 不得不服啊 所以啊 我深深的感到法医学不仅是科学上的 还是艺术上的 大安纪时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我们之前呢 讲过太多的血案 太多的悲剧 其实都是情感上的一点小问题 一点小矛盾 最终啊 就激化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结果 那么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个不太一样的 说是大案嘛 其实它不算是正儿八经的案子 但是这是在面临情感纠纷时 另一种处理方法 从而呢 也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结局 大伙呢 也不妨啊 就当社会故事 情感故事这么来听 咱们首先介绍一位女士 1978年出生的 是哪人呢 江苏高游人 1999年的时候啊 他呢 在一个企业上班的时候 跟同事 韩先鹏就结婚了 2000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公司啊 因为经营不善 就破产了 于是俩人也就失业了 失业之后干什么呢 大伙都知道江浙一代人呢 都擅长做生意 得了吧 借钱创业 夫妻俩呢 就开了一个小公司 做什么呢 做鸭制品 大家都知道 高游的鸭蛋出名 尤其南京啊 除了鸭子毛不吃 剩下鸭子 哪个部件都能给你分出来 变成一道令人垂涎的美食 所以做鸭制品 在当年来说 这可是个创业的好点子 咱们再来说说 这个韩先鹏 他呢 是家里边的独生子 父亲呢 在他不大的时候啊 就病故了 就靠老母亲 含辛茹苦的 把他抚养成人 老母亲呢 也没别的念想 就想着早点抱上大孙子 家里边老人呢 其实大部分都这样啊 都想着 真是孩子 成家里业了 赶紧抱孙子了 可是啊 这夫妻俩 努力了两年 吕燕的这个肚子呢 始终没动静 得了吧 去查查去吧 怎么都怀不上呢 甚至到后来啊 俩人啊 都是算着那个排卵的日子 发生关系 都不行 到了高油妇产医院一检查 吕燕呢 卵炮发育程度特别的低 甚至有可能终身不孕 吕燕听到这个结果之后 当时捂着脸 就在那是痛哭流涕 不过日子还得过下去啊 没孩子就没孩子呗 到了2003年年底 经别人的介绍 他们在高油北郊 买了一块宅基地 一共是花了20万 盖上了三层小楼 俩人这日子呀 可以说是越来越风生水起 生意越来越好 2006年的时候 他们在泰州市啊 就开了两个门市 这韩先鹏呢 把所有的生意重心 就放泰州去了 吃住都在泰州 就很少回家了 一直到了2010年4月中旬 有这么一天呢 韩先鹏呢 去嘉兴出差去了 当天回去不回去 也没准儿 而这吕燕呢 正好赶上那一天在高油啊 有高中同学聚会 就去参加了 在聚会过程之中 就碰上了 正在南京工作的同学 叫王骏 这王骏和吕燕 曾经还有过一段故事呢 高中的时候啊 王骏 给吕燕写过小纸条 相信跟我似的这么大年纪的听友 尤其在比我大的听友 上学时候可能都干过这种事 是吧 追求过这个吕燕 俩人甚至发展到什么程度 下了晚自习之后 都在学校外边小树林里边约会过啊 但是真是那种特别单纯的约会啊 这一次又在同学聚会上碰上了 俩人呢 也都想到了当年的青春岁月 不光他们俩想到了 其他同学肯定得拿这事起哄打产呀 这酒宴散场之后 那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大家就起哄 哎呀王骏 你看人吕燕自己一个人来的 这大晚上的你不送人回家呀 这么着 王骏呢就开车送吕燕回家 在聚会过程之中啊 其中就聊起来了 吕燕的丈夫韩先鹏 去夹兴出差去了 这王骏一看 男主任不在 我这不就有机会了吗 所以到了楼底下之后啊 这韩先鹏就跟吕燕说 吕燕 这么多年也没见过了 这都到你家门口了 不让我去你家参观参观呢 吕燕呢想拒绝 可又不知道怎么拒绝 也不好意思拒绝 那就去吧 去了之后客人来了 老同学来了 不得给倒杯水呀 在倒水的时候 已经喝得半醉的王骏 一把可就搂住了吕燕了 吕燕呢拒绝了两下 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当年 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也就瘫在王骏的怀里了 俩人呢三下五出二啊 也就在吕燕家的卧室里边 发生了性关系 到了凌晨四点多 韩先鹏呢 喝醉了酒了 哎 回家了 大伙也知道 家兴离高游并没有那么远呢 有人送 再加上有生意 那就回家呗 韩先鹏 把家门口一打开 一到了这卧室里边 他可就懵了 不光他懵了 吕燕跟王骏也懵了 赶紧着急忙慌的穿衣服 韩先鹏气的呀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王骏穿好了衣服 赶紧道了个歉 匆匆忙忙的就跑了 随后吕燕就跪在了韩先鹏的面前 先鹏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我都认了 你要是要离婚 我也认 我愿意净身出户 在前些年呢 曾经呢 有过那么一阵风潮啊 尤其影视剧里边呢 也演过 就是夫妻俩呀 会签个什么婚内协议的东西 是吧 他们俩呢 当时赶时髦也签过 就说谁出轨了 谁净身出户 吕燕这么一说 韩先鹏正在气头上呢 离 马上就离 一个月之后 俩人就协议离婚了 所有的财产都归韩先鹏 韩先鹏只给了吕燕 十万块钱的生活费 后来俩人就各自过着各自的日子呗 突然有一天呢 吕燕呢 就遇到了以前 在他们厂子里边啊 打工的一个搬运工 叫陈芬 陈芬呢 就跟吕燕说 哎呦 嫂子 可有日子没见着你了 哎 对了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不是多话啊 反正 那韩总身边啊 突然 多了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反正他说是抱养过来的 我们大伙就都感觉啊 长得特别像韩总 嫂子这事您知道吗 吕燕当时一听 哦 是吗 哦 我也不知道都离了 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呢 也不敢相信 到了2011年12月份的一天 他呀 又碰上了曾经的一个老邻居 叫郑月兰 郑月兰呢 就跟吕燕说 燕子 我跟你说个事啊 咱们那边 可是拆迁了 你们家那三层小楼啊 被拆迁了 呃 一共呢 是给了三套补偿房 呃 反正这三套房 不少值钱呢 我听他们说 加起来 得值个一百二三十万呢 吕燕这时候 一听哦 那小楼 拆迁了 三套房 值一百多万 又联想起之前陈芬跟他说的 韩先鹏 抱养了一四五岁男孩 长得跟他一模一样 如果说这个小男孩 是韩先鹏的亲生儿子 那么在我们的婚姻里 第一个出轨的可不是我吕燕的 是他韩先鹏啊 应该净身出户的 是他呀 2011年12月13号 下午四点 这旅案呢 租了一个马自达啊 在江苏很多地儿叫马自达 其实就是那三轮车 就来到了高邮第二幼儿园附近 在这幼儿园门口 他们一看 一眼可就瞅见了 韩先鹏的那一辆广本雅阁轿车 过了一会儿 就见一个小男孩 蹦蹦跳跳啊 挺高兴 就上了这辆雅阁车了 吕燕呢 看得是清清楚楚 这个男孩长得还真像是韩先鹏 他呢 当时就想冲过去质问韩先鹏 这个孩子是谁 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如果是的话 凭什么我净身出户 可是转过头来又一想 改变主意了 万一我上去质问 他不承认怎么办呢 啊 这天晚上啊 吕燕这心里边不是滋味 一个人呢 就到了高邮的一个广场 溜溜答答去散心去了 又碰上一老熟人 过去啊 他们是一起在广场跳舞的舞友 这个舞友呢 叫刘影 三十多岁的年纪 长得呢 还算是挺漂亮 刘影一看见吕燕 哟 燕子 这有个一两年没见着你了吧 你去干嘛去了呀 吕燕这时候心里正憋屈呢 原来跟刘影啊 关系也不错 就把这几年这些事 汤汤汤一说 刘影听完之后 替吕燕生气啊 替吕燕着急啊 哎呀我说燕子呀 你怎么能过得这么窝囊啊 那小男孩 长得跟他含鲜鹏一模一样 那肯定是他的儿子呀 这么着 你啊 一定得讨回公道 最起码那房子 你得要回来一半吧 可吕燕说了 刘影啊 我就想要 可我没办法啊 怎么没办法啊 我没证据啊 嗯 这么着 作为姐妹啊 我也不能让你看着急 我给你想办法 吕燕呢 也就是听听啊 毕竟好几年没见面 人能给你想什么办法啊 到了第三天中午的时候 刘影把电话 可就打到吕燕这来了 燕子 正好我想了想 你那前夫韩仙鹏 反正也没见过我 他也不认识我是谁 你要是信得过我呀 我去他家当保姆去 啊 我给你搜集证据 回头 你有钱了 分得财产了 随便给我分点 甭管多少 我都愿意 你看行不行 吕燕一听 当时肯定是愿意呀 就约刘影见面 见面之后呢 吕燕就承诺 刘影 只要这事办成了 甭管我分到多少财产 我都给你30% 行不行 刘影一听 这行啊 何乐而不为呢 2011年12月23号下午 这刘影啊 穿着淡黄色的上衣 砸着马尾辫 可就敲开了韩仙鹏家的大门了 韩仙鹏呢 把门一打开 嘿 眼前一亮 面前这个女的呀 年纪虽然不能算特别年轻 但是呢 砸着马尾辫 穿着这淡黄色上衣 也算是青春靓丽 长得呢 还有那种成熟女人的风韵 韩仙鹏愣了一下时就问他 啊 你好 你是谁啊 有什么事吗 韩先生 是这样的 我呢 在小区问了问别人 说你家呀 没请保姆呢 我这刚离婚 也没工作 所以我就各个小区转悠着 我听说之后 这才冒昧的 敲您家的门 我 我特别擅长做淮阳菜啊 对了 我这还有 我的证件 我也随身带着呢 他怕韩仙鹏不愿意 于是掏出来自己的中专毕业证 身份证可就都拿过来了 韩先生 您看看 您要是满意的话 我要求也不高 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的工资就行 韩仙鹏啊 跟自己的母亲商量了几句 行吧 那进来聊聊吧 就让刘颖进家了 刘颖啊 进去之后这么一看 家里边啊 还真是挺乱的 没有女主人 那是不行啊 刘颖有眼力见 手脚勤快 气着咔嚓 把家里规制的是井井有条 并且还说了 韩先生 阿姨 我给你们做顿饭 你们尝尝看 夸夸这么一做 韩仙鹏跟韩仙鹏的妈妈 宽贵兰这么一吃 嘿 好吃 这菜做的地道讲究 大家都说好 这么着也就答应雇佣刘颖 包吃包住 一个月呢 一千三百块钱的工资 刘颖到了韩家之后 那是拼命的表现呢 家里那是焕然一新 不过呀 他也没忘记啊 他自己原本的使命 这保姆这算是卧底身份啊 真实的目的 那是搜集证据来的 韩仙鹏家这小男孩呢 叫涛涛 每回一捡着机会啊 刘颖呢 就得跟涛涛独处啊 没事就聊聊天 从这涛涛并不太流畅的表达里边 刘颖还是找到了证据了 这涛涛啊 肯定是韩仙鹏的亲生儿子 每回跟涛涛聊天 他呢随身都带着一个MP3 就在那开着录音 这些证据可就都拿到手里了 各位您别忘了 韩仙鹏当时一开门 看见刘颖的时候 可就有了想法了 这女人怎么这么漂亮啊 别看三十多了 有魅力 这一天呢 韩仙鹏就跟刘颖表白了 那刘颖会接受韩仙鹏的表白吗 最终这三个人又将何去何从 这段微妙的关系又将如何处理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刘颖啊为了当卧底 就进了韩仙鹏家当起保姆了 可韩仙鹏有不一样的想法 这一天呢他突然就跟刘颖表白了 刘颖 别看你是我们家保姆 但我从来没拿你当保姆看 你长得漂亮 人也能干温柔贤惠的 你看我家也没女主人 我想着你来做女主人吧 你愿意吗 这一说 刘颖可就慌了呀 韩仙鹏长得是一表人才 并且人确实也有能耐 能挣钱 又有钱又有地的啊 确实这一阵相处下来 刘颖啊 对韩仙鹏也有点心动 再加上他刘颖离了婚了 也得找个归宿 可是该怎么面对吕燕呢 正在纠结的时候 韩仙鹏上去一把 就搂住刘颖了 刘颖被韩仙鹏这么一抱 这家伙管不了那么多了 俩人就亲上去了 随后噼里啪嚓啊 就那样了 就答应了 俩人有了亲密的关系之后 这刘颖呢 这心里边可就倒向韩仙鹏了 他呀 就把吕燕托付给他的这事 都向韩仙鹏坦白了 韩仙鹏倒是很惊讶啊 随后呢 也跟刘颖坦白了 把这个孩子的身世啊 也就全都交代了 原来06年的时候 韩仙鹏去泰州 不是开了俩店吗 咱们之前提过了 招了一个女员工叫李然 是山东几宁人 这韩仙鹏啊 感觉李然也挺好 李然呢 看韩仙鹏也挺顺眼 俩人一来二去的 可就同居在一起了 没过多久就怀孕了 李然呢 想把这孩子给打了 但是韩仙鹏一想 不行 我媳妇吕燕要生不了孩子 这李然怀了我的孩子了 那我必须得要 他就跟李然说 我给你五万块钱 孩子把他生下来 生了孩子之后 李然呢 感觉和韩仙鹏这个关系 一直维持下去也不行 人把孩子给了韩仙鹏 自己就走了 回山东几宁老家了 从此再也没联系过 韩仙鹏当时没离婚呢 这孩子怎么办呢 托付给了他一个朋友 进行抚养 这朋友也是一个铁哥们啊 也是高游人 和吕燕离了婚以后 韩仙鹏这才把自己的儿子 给接了回来 刘颖一听啊 也挺感动啊 认为韩仙鹏也没多大过错 就跟韩仙鹏商量了 说这么着 咱们呢 先把孩子再送回你朋友那去 生意呢 向泰州那边转移 把吕燕给打翻了之后 到时候咱们到了泰州 再把孩子给接回来 然后刘颖 还把所有保存下来的录音证据 就全都删除了 从那以后 刘颖跟吕燕的联系 是越来越少 每回吕燕找他 刘颖的态度也很敷衍 这就让吕燕觉得不对劲了 2012年3月16号 吕燕给刘颖打电话 约着他吃饭 刘颖啊 在电话里就跟吕燕说 燕子 这事啊 我可是干不了了 孩子呢 也送给别人了 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嗯 刘颖 有什么事 咱们出来吃饭 边吃边聊吧 可是刘颖 死活不见吕燕的面 吕燕一看 行啊 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3月18号 他就到了韩仙鹏的住处 可就把刘颖给堵住了 堵住的不止刘颖一个呀 还有韩仙鹏呢呀 俩人是搂搂抱抱亲亲的 这俨然跟一对夫妻似的 吕燕看见当场可就气疯了 气的冲过去 一把抓住了刘颖 你为什么耍我 你为什么出卖我 韩仙鹏一看 我得保护我的女人 把吕燕就给拽开了 吕燕 你别在这闹 韩仙鹏 是你对不起我 是你先出轨的 你必须重新分配财产 行了 那你接着找证据啊 韩仙鹏 刘颖 我发誓 一定不让你们好过 当年4月29号 吕燕呢 就联系了江苏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进行咨询 人律师就说了 因为你们不是夫妻了 你呀 不能申请强制亲子鉴定 所以呢 这事啊 没法弄 这时候 吕燕又提出要求了 不管花多少钱 你们只要能够答应我 帮助我进行调查 帮助我调查取证 多少钱我都愿意 律师事务所想来想去 那有钱不赚白不赚呗 也就接受了这个委托了 就在等待结果的时候 6月15号中午 有人呐敲响了吕燕家的大门 吕燕大开门这么一看 不是别人 是韩仙鹏的妈妈 是不是 大喘气啊 那么韩仙鹏的妈妈来干嘛呢 一进门 这宽贵兰就拉住 吕燕的手 就在那哭 燕子呀 为什么哭呢 真出事了 在三天之前 韩仙鹏和刘颖 在一起的时候 同时煤气中毒 被送进医院了 但是呢 因为发现的比较晚 所以俩人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四肢僵硬 也不能动 也不能说 甚至也不能吃 也不能喝的 医疗费 每天就得需要几千块钱 无力承担了 只能是卖房子 可是啊 要想卖房子 必须得吕燕出面 为什么呢 补偿给他们的那三套房子呀 都是小产全房 虽然说韩仙鹏和吕燕 有这个离婚的协议啊 但是之前宅基地上 那三层小楼的产权分配上 是有人家吕燕的名字的 你们这离婚协议 对付这小产权 那不管用啊 必须吕燕出面这房子 才能把它顺顺当当卖出去 可人吕燕呢 现在也有脾气呀 你韩仙鹏 刘颖对不起我呀 就跟这宽贵兰九说 妈 他们再怎么样 和我无关 燕子 我知道 他们对不住你 可现在这样了 别计较了 毕竟你们也过了那么多年日子 再不救他 他就活不了了 吕燕呢 狠下心来 也没答话 过了很久 宽贵兰一看 事已至此 也别在这赖着了 走吧 吕燕呢 从窗户那 看着自己前婆婆的背影 很不忍心呢 当天晚上 婆婆宽贵兰 又给吕燕打了个电话燕子 你再考虑考虑吧 妈 不考虑了 我答应你 6月17号 在吕燕的协助之下 把这三套房子里面其中的一套就卖出去了 办好了出售手续 一共是卖了49万 宽贵兰拿着钱之后 拿出来20万 就非得给吕燕 吕燕呢 之前是想着 我必须得跟韩先鹏争争这几套房子啊 我要争争这财产 因为不是我先出轨的 可现在韩先鹏已经那样了 自己的这老婆婆又这样了啊 他不忍心拿这20万 妈 这钱我不能要 先紧着就他们俩要紧 到了6月21号 宽贵兰又给吕燕打来电话 燕子 我这胸口疼 头晕得厉害 也不知道找谁 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妈 你在哪啊 就在医院呢 于是吕燕 立刻就赶到了医院 去了之后啊 宽贵兰呢 已经抢救完毕了 是急性心梗发作 得亏就在医院里边啊 救治及时 没什么大事 吕燕到那的时候 正在输业呢 宽贵兰一看见吕燕燕子 先鹏在五楼呢 他离不开人呢 你先去五楼 看看他去吧 吕燕呢 就先到了五楼 韩先鹏躺在床上 那叫一个可怜呢 吕燕赶紧洗了洗手 就拿毛巾呢 给韩先鹏 擦脸翻身 又给他倒水喂水 6月22号上午 吕燕出面 为宽贵兰 办理了住院手续 自己呢 也就留在医院 一边照顾 宽贵兰 一边照顾 韩先鹏 就这么着 一直照顾着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 到了7月19号 韩先鹏的肢体啊 对外部刺激 开始有反应了 到了7月底 韩先鹏 也有了吞燕动作了 手指头呢 也能稍微动一下了 而同时进行救治的刘颖 也睁开眼睛了 算是正式脱离植物人状态了 三个人在医院里 这么抢救 又过了这么一个月 那钱可就又用光了 刘颖的家人呢 人是死活不出钱啊 刘颖现在算是你们家人了 反正我们是没迁就他 啊 那个你们想办法吧 就让宽桂兰想办法 后来宽桂兰呢 就又找吕燕商量 燕子怎么办呢 再卖一套房子吧 因为这房子呀急着卖 所以这套房子呢 卖的价格很低 只卖了31万 刘颖呢 醒过来之后啊 四肢不能动他呢 他难受啊 后来他就问啊 哪个医院治这毛病治的好啊 康复训练做的好 说南京紫金医院好 他就提出来 我得到南京紫金医院治疗去 任吕燕呢 二话不说 帮着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啊 帮着刘颖的家人 忙前忙后 把这刘颖呢 就送到了南京紫金医院 到了12月3号 上午的时候 经过针灸刺激之后 韩先鹏也睁开了眼睛 他呀 就听自己的母亲 说了这几个月的经过 韩先鹏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 他就跟吕燕说 燕子呀 我欠你的太多了 到了13年2月份 刘颖在南京 打电话给韩先鹏 说南京啊 这紫金医院康复的很好啊 我呢 现在也能下地走路了 你也转过来吧 转过去固然是好啊 可是钱的呀 韩先鹏就说 我不用转远 到哪步 算哪步 宽贵兰作为母亲舍不得呀 他呢 就跟韩先鹏商量啊 能不能把最后一套房子也卖了 韩先鹏还没说什么呢 吕燕不同意了 妈 不行啊 房子卖了 先鹏和刘颖出院之后 住哪啊 他们好了以后 得有安身之处啊 吕燕呢 其实心里呢 一直在矛盾着 他手里有这么多年攒下来的15万的积蓄 他在纠结 要不要借给韩先鹏 就在这时候 宽贵兰呢 下意识的 就给吕燕整理了一下衣服 这一段时间呢 宽贵兰就一直有这样下意识的动作 跟对待自己的女儿似的 在他们婚姻期间啊 自己这老婆婆 对自己也特别好 一直特别心疼自己 就这一个动作 把吕燕打动了 妈 你别急 我还有15万呢 宽贵兰一听 燕子 这可不行啊 那15万是你的钱 我们可不能动你这钱呢 妈 算他韩先鹏借我的 将来他好了 让他把房子卖了还给我 2013年2月底 拿着吕燕的这15万 韩先鹏也转到了紫金医院 在宽贵兰的恳求之下 吕燕呢 也跟着去到了南京 照顾着韩先鹏和刘颖 13年5月底的时候 韩先鹏和刘颖啊 就出院回高游了 俩人呢 恢复的已经非常好了 此时此刻 韩先鹏 刘颖 还有吕燕 三个人内心的 那疙瘩 那疾 全都解开了 韩先鹏和刘颖 对吕燕只有感激 只有这种情谊了 随后吕燕呢 也找到了律师事务所 对当时的那个委托 进行了撤销 没事呢 还去看看他们 帮着他们做做家务 毕竟韩先鹏刘颖 还不能够算百分之百的康复啊 宽贵兰呢 又老了 13年8月中旬的时候 吕燕去他们家的时候啊 看见那个小男孩就滔滔啊 韩先鹏的儿子又在家里了 原来呢 滔滔啊 当时就被送给在山东的母亲李然了 但是呢 李然那边啊 家里边有了点变故 就又把孩子给送回来了 吕燕跟孩子玩了一会儿 这孩子可就粘上吕燕了 吕燕就跟韩先鹏提出来 说把涛涛啊 带到自己那里照顾着 因为韩先鹏跟刘颖 身体毕竟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么着韩先鹏呢 就征求吕燕的意见 让涛涛认你当干妈吧 你愿意吗 吕燕一听挺高兴啊 我愿意 看涛涛愿意吗 涛涛啊 也特别愿意 韩先鹏和刘颖呢 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等身体完全康复了啊 生意重新回到正轨之后 挣了钱了 一定要给吕燕买一套像样的房子 你看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前半截儿 跟我们说的很多血案 很多凶杀案 是一模一样 夫妻之间 因为出轨 没有信任啊 朋友之间 因为记恨 很容易招致这样的血案产生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因为这一次事故 这三个人呢 都用了一种更加温暖的方式 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才有了一个美好的大团圆的结局 行了 这个温馨的故事啊 就给您讲完了 您有什么想说的 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跟我们交流 咱们呢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